近期,全国多家高校发布公告,7月1日起开始暂停使用微信支付。 对此,微信方面最新回应称,针对校园内非盈利性支付场景、学杂费、生活服务等场景会持续保持零费率的优惠政策。 近期,微信支付启动了针对校园行业费率精细化管理的商户沟通,以仅针对电商、酒驴等小部分盈利性场景以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优惠费率继续提供服务。 6月27日,西北大学发布的公告称,因腾讯公司微信支付将于7月1日起对校园场景用户进行精细化管理,除收学费外,其他收费均会受到限制并收取0.6%的手续费。 为维护师生利益,从6月30日起,对校内易卡通用户暂停提供微信扫码支付服务、易卡通校园卡、交通银行APP、云陕付、支付宝等渠道正常使用,望各位师生周知。 此外,西南科技大学、四川民族学院、州口师范学院、郑州清工业大学等多家高校也都发布了类似的公告。 原因都是,微信支付针对校园行业开始收取服务费用,费率高达0.6%。 西南科技大学称,微信支付将于2023年7月1日起对校园场景商户进行精细化管理,此业务调整涉及我校易卡通充值等应用场景。 经研究决定,暂停校园卡相关线上应用平台微信充值业务,同时,信推办全力快速对接其他金融通道,及时满足用户对充值等业务个性化需求。 郑州清工业大学称,学校接财富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微信支付通知,自7月1日起,微信针对校园场景支付收取微信支付费。 接到通知后,经多方了解和沟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学校决定,自7月1日起,暂停微信缴费,校内微信支付,校园卡微信充值,和微信支付,服。 校园卡充值,宿舍购电,可使用支付宝,校内支付可使用实体卡,虚拟卡和支付宝。 州口师范学院表示,接到微信支付公司,财富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通知后,学校多方沟通后,未取得明显效果。 为减少不必要的财务费用负担,决定自2023年6月29日起,停用校内微信支付场景应用。 停用微信支付的应用场仅有,财务处收取的各类费用,校园易卡通充值,教材费缴费,教职工生活区网络交费,学生宿舍空调电费交费,商业用房电费交费,西院仪设青年教师公寓电费交费。 财务处交费,可选银行卡,支付宝,云闪付交费,校园易卡通充值,教材费缴费,教职工生活区网络交费,电费交费,可选择支付宝方式充值。 针对近期多家高校发布公告称,一收取0.6%的手续费,将于7月1日起停用微信支付一事。 微信方面6月29日回应称,自2015年起,微信支付开始进入校园,对于校园内非盈利性支付场景、学杂费、生活服务等长期给予零费率的优惠政策,持续投入银行通道费等成本。 针对校园内非盈利性支付场景、学杂费、生活服务等场景,会持续保持零费率的优惠政策。 近期微信支付启动了针对校园行业费率精细化管理的商户沟通,经过前期的意见收集与反馈,拟紧针对电商、酒旅等小部分盈利性场景,以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优惠费率,继续提供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